今天的伊之角股推介是Bilibili 9626 《經濟日報》投資業說早簡選原因是 內地新冠疫情進入新階段 加上農曆新年假期張志 線上娛樂需求預料會上升 線上娛樂版塊看好視頻直播 遊戲及線上音樂 視頻股可以留意Bilibili 公司2022年第三季經營改善 季內淨虧損17億人民幣 按年和按季比較都見到收窄 中期而言市場預期Bilibili2023年經營 將會大幅改善 根據彭博綜合預測Bilibili2023年 經調整虧損收窄到39億 2024年虧損進一步收窄到14億 2025年將會轉虧為盈 賺2億3千萬 宏觀環境改善有助平台廣告業務復甦 中信證獻預期 2023年Bilibili的廣告業務將會加快增長 預料按年增加5.7至近81億 2022年預測是51億 按年預料增加1.3億 2023至2025年廣告收入 符合年均增長率 預測是4.7億 走勢上Bilibili11月以來 隨著大市最多反彈近2.4倍 形態上已經回補9月初的下跌裂口 近日在180元附近整股 昨天收到191.4元 升到2.8% 策略上已經持有的話 繼續可以持有 目標先看12月中高位大約223元 未持有的話 建議在180元附近吸納 跌穿12月20日低位163.1 就止洩